我看它這個車格的大小 應該是跟2008差不多 其實它是2008的姊妹車 然後再稍微放大一點點 它把這個Citro的Logo 跟日行真的做在一起 整組很霸氣的感覺 又大又亮 對 我覺得它這個防掛材質的比例 滿有戶外風格的 我覺得它這個廠牌都是走在前衛的造型 它就是很適合那種 不想要開在路上都是制服車的那種人 這我來行 這個應該是有專利的 它那個是Airbump 它那個好像是做那種有空氣彈性的 對對對 就是讓你說如果不是太大的碰撞 它可以稍微做一個吸收 對 防撞的一個 對對對 這個我知道 這個好像之前就有了 等一下標哥我發現一件事情 你看喔 它的前面的門把呢 有這IP摸門的設計對不對 Tilis 對 那這裡又做這兩點是什麼意思 不可能吧 不過我覺得看到那一裝 我覺得小四應該會更喜歡這部車 大量用了這些鋼鏡烤器的 這個廣廣的飾板啊 包括從安座這邊啊 我覺得質感上提升不少啦 等一下 這裡有氣氛燈喔 對啊 連儀表板都有氣氛燈 雖然小了 看起來還蠻小的 但是旁邊的氣氛我忽然看到還蠻特別的 對 它儀質很特別是 皮質跟不織布混搭的 不過一樣啊 就是法國人的浪漫 它的奇特的部分 有時候都會顯現在你想不到的地方 譬如說 誒 無線通電竟然設在這個位置 誒 更特別的就是 這什麼東西 抽屜喔 抽屜 為了平板設計這個也太厲害了吧 方向盤我覺得也有承襲它以前的上下平板 它的那個控制跟我比較習慣的一些車 剛好相反了 但是沒有引擎轉速表這件事情 就讓我覺得也是法國人的浪漫 它沒有引擎轉速表 只有時速表 檔位 然後還有跟車 然後還有這個油量 不過我覺得坐到後座 以小詩哥你的體型來講 我覺得你會更滿意 我暈了一下 彪哥叫我小詩哥 我差點 首先我覺得其實好像大部分歐洲車的 這個門的開度都蠻大 都蠻大的 而且你看它雖然軸距不長喔 你看 你的腳的部分 大概一個拳頭的空間 而且它的座椅呢 有做一個 一個凹進去的 對 做一個內凹 所以其實感覺上面 比較沒有那麼的不舒適 我覺得頭部的空間呢 還算尚可喔 然後這個坐姿 我覺得算是稍微有一點比較 挺一點的 對 是比較挺一點 應該不能調 還有一個小小的缺點 就是它沒有中央扶手 對 它沒有 它六四分底 好啦 彪哥 那我這個迫不及待 來去試一下 現在這個雪鐵龍 到底還有沒有那種 懸浮飄浮底盤的感覺 如果要收看 這部車在路上的表現呢 請轉看小詩頻道 看看開起來 還是不是這麼屌 出發 出發 嗨 大家好 歡迎收看 老師推車 這個是我們特別企劃 特地請到這個彪哥 這個我們一系列 跟這個七號車庫 好 我們有一系列合作影片 我們真的麻煩彪哥好多喔 你看我們現在觀眾朋友 可以看到這麼多的 新上市的車 我們弄不到 我們就要拜託彪哥幫我們做 好啦 那也請觀眾朋友呢 也去訂閱一下 彪哥的頻道 七號車庫 因為他真的呢 為我們的觀眾朋友 帶來很多 不一樣的新車的 因為我做了一手車的嘛 很少有新車可以看 真的是拜託彪哥他們 才有機會 有一系列新車 可以跟觀眾朋友分享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上路 讓這個彪哥 老屁股 我們在車上邊聊 然後邊體驗一下 這一台C4開起來的 感覺是怎麼樣 出發 上路 彪哥這個跟上次408一樣的 這個排檔方式 現傳式 而且啊 其實我特別喜歡這個排檔 因為我覺得排起來很有質感 而且我喜歡的是 它排起來的那個阻尼感 對對對 對我覺得它那個反饋阻尼感 我很喜歡 對那觀眾朋友呢 如果要看這台車 外觀的介紹 內裝的介紹 也請移駕到 七號車庫 彪哥的頻道 就可以看得到 內外觀的介紹囉 好 那我們就上路了 這部車 其實在動力上面來講 我覺得130匹事實上是 很微不足道 不會 欸 130匹 不錯了 我最近才剛買兩台新車 一台106匹 一台120匹 耶 你知道 彪哥我現在對於這種 小排量的車子 的這種馬力 我已經很習慣了 因為真的 這是一個趨勢啦 現在我們 都講求這個小排量嘛 節能 節排 對 所以其實我是蠻習慣的啦 不過我覺得雖然它的 馬力數據不是很出色 但是它的扭力不錯 230牛頓米 而且它大概在1753就可以產生 喔 蠻前面的 對 另外呢 我覺得最妙是它搭配的是 八速的手自排 而且你可以在一表板上面 排出第一檔的時候 它會告訴你 現在是一檔 二檔 三檔 四檔 它這個我剛剛轉出來的 第一個感覺 喔 不好意思 我拿 我跟408比啦 因為 引擎是一樣的 當然車重不一樣 還有它的這個 軟體設定是不一樣的 那我覺得這個在加速方面啊 我覺得比起我前一次 面對一樣的這個引擎開起來 是稍微比較溫順一點的起步 喔 它是很滑順的 而且它的跳檔震動 你幾乎感覺不到 沒有感覺 我現在已經無檔了 對啊 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換到 什麼時候換到 從那一方裝子 然後它的 競速性比我想像還要好 這個也是我蠻驚豔的地方 因為以小車來講 我們通常對於它的 還是我最近給它的 試那兩台車試一個 哈哈哈哈哈哈 現在怎麼 試到這個突然覺得 好安靜 真的喔 尤其是底盤喔 底盤的那個 反饋上來的噪音 幾乎很小很細微 不是 我們這樣講有點太誇大了 我覺得應該說 以它這個價位的車來講 我覺得它的 這樣的隔音的競速性 是超過我的預期的 以CUV來講 我覺得算是佼佼者 對 而且這個風切聲喔 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它的這個造型設計 空氣力學的關係 我覺得 它的這個A柱這邊 幾乎感覺不到風切聲 我相信觀眾朋友 聽收音就聽得出來了 然後再來一個說 它對於這個引擎 這邊的隔音也做得非常好 防火牆那邊 對防火牆的地方 因為不讓我覺得 引擎離我很近的感覺 它是有聲音的 我只要重踩油門 它聲音是會出來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聲音是遠的 它比較像在室外 有些車呢 我可能油門一踩下去 我覺得引擎好像就在你 就在你前面 站前方 在那邊轟轟叫 然後你就會產生一種 它是不是很累啊 我是不是很操它的 那種感覺 好像力不從心的那種聲音 而且你有沒有發現 雖然它是SUV胎 在外面也許聽到的滾動聲音比較大 可是它在車內 你會發現它的輪胎的滾動聲 噪音抑制還蠻不錯 如果觀眾朋友 你是有在考慮這個車子的 那當然你親自 你還是得去試試看 但我覺得呢 我的感覺 它的這個隔音啊 是我一個蠻喜歡的點 然後它現在因為 我現在都是用它的標準模式 噢沒有 現在是ECO模式喔 剛剛是ECO 噢剛剛是ECO 我現在換到標準模式 噢 我跟你講 畫好明顯 我一換到標準模式 它的這個油門的採放 就是比較即時一點 因為剛剛我轉出公司的時候 剛起步的時候 我覺得有點溫吞的感覺 那現在標準模式 加速就快多了 真的這個整個開起來就很舒服了 其實加速不慢耶 我以為它會很慢 但是它的再加速 比如說我們在高速公路 70公里 急加速要超車 一下子就90了 不過跟我在408那時候感覺很像 就是我覺得 在起步上面就是比較遲緩 但是只要一旦你的檔位一上來 速度一上來 波輪一啟動 對後面其實就蠻有力的 還是蠻夠用的 其實我覺得現在小排量很多 其實應該利用這個硬體也好 軟體也好 其實應該是把持筆的部分 做到比較前端 就是比較讓你因應你的四驅專用 其實我常常覺得說 車子再大的馬力 還是這個再大的扭力 其實讓它發揮在120公里以內 這就是台灣的最高限速 對 那在這個速度內 你是流暢好開的 我覺得其實大排檔小排檔沒有差很多 對沒錯 主要原因是因為它做了巴速 所以它在持筆上面來講 低速的持筆就可以做得更大 然後高速的持筆可以做得更小 所以你的持筆差呢 就可以讓你這個 在低速的時候更好開 高速的時候更省油 我現在把跟車打開了 我來看一下它緩不緩和 有車道置中功能嗎 有 我來試一下它的車道置中 它的車道置中功能 我覺得不是完全的置中 就是它會去修正 但是呢它不是讓你一直維持在車道中間 它是你偏了以後它會幫你修回來 所以我坦白說是比較初階的那個自動功能 對比較沒有那麼靈敏 對你看它現在已經到左邊了 它才幫我修正回來 那我記得呢 有一些的車道置中比較高階一點 比較細膩的 細膩的它會一直讓你維持在車道中間 它不會讓你偏來偏去 對像我試過那個Infinity Q50 那個就是真的就是隨時都在外面 都一直在幫你修中間對不對 一直在修在中間 對這個我覺得是它的差異性 因為我覺得像統稱Level 2 所以很多的觀眾朋友會覺得說 欸啊到底Level 2到什麼程度 也是有分等級 對應該要做細分對不對 對沒錯 這樣我覺得這個Level 2應該要做 2.0 2.1 2.2那種細分 好像統稱Level 2廣告出來 有時候消費者會搞笑 啊這是為什麼需要飆哥嗎 他影片跟大家講 撇除掉剛剛的這個車道的一個 偏移的這個幅度的部分 我覺得它的跟車是溫柔的 表哥你是沒感覺 是我在開還是他在開 對我沒有 它的跟的速度上面來講 它不會很突兀 不會急 對因為我最近也是試了一些車 就是煞車會踩得偏急 就它一針車到前面減速了 它就哇很急得慢 它就有點急煞 對會有一點急煞感 那它那個就感覺不像 正常人開車會有的動作 正常你的煞車 一定是比較慢的 比較慢的 跟車系統我覺得 這個距離的保持 跟速度的加速減速 我覺得都是蠻舒服的 接下來我覺得 是講地盤的時候了 我已經感受了很久 我們講了那麼多的動力 跟這個隔音 這次有機會 我們應該要來講一下它的 對在山路上 你就可以明顯的 可以感受得到 好那我現在 我們下來到這個市區道路 我打算把它Drive Mode 把它調到運動的地方 好它這裡馬上就變紅色的 然後它的D1 D2 D3呢 也都是變成紅色的字樣 我覺得還是有那個 以前學鐵龍的那種 調斧蓋 我認真講還是有 而且它對於坑洞的處理 非常的細膩 對 除非你的地形是有高低差 你才會有感受到這個晃動 但是如果是平面道路的人孔蓋的處理 基本上我們聽得到聲音 但我們身體是沒有感覺 感覺幅度不大對不對 對對對 這個喔 不好意思 我還是跟標誌比 我覺得如果以標誌的底盤也是很棒 我們上次試 但是呢 它稍微是有一點硬度的 比較Sporty的感覺 對 但是呢 比起學鐵龍它更軟 更舒適 它是有Q彈的感覺 簡單的講 我跟你講 標哥 如果以標誌的底盤 我覺得比較像這個蒟蒻 那以這個學鐵龍的感覺 我覺得偏向於布丁 哈哈哈哈 這種比喻 所以你大概就體會到 就是布丁就是稍微比較軟一點 有那種晃動感 就還是有硬度上的差別 對 有硬度上的差別 哈哈哈 我這樣覺得加速挺好的啊 對啊 以將近1300公斤的車種來講 我覺得加速性算不錯 而且其實說這個抖動的部分 大家會講到這個三缸抖動的部分 我覺得方向盤的抖動輕微 然後屁股有一點點感覺 其實你如果打開已經看 你會發現它抖動的很厲害 只是說OK 它的引擎小坐著避震 或者 它已經盡量抑制到這邊來 對對對 做得非常不錯了 有啦這個要說五感 我覺得 有點說不過去 說實在的 不可能啦 三缸 畢竟是三缸的 不過你會發現到 它後輪的懸吊 雖然是採用的 非獨立脫移必死 但是你不會覺得說 就像以前舊的Golf那種 有那種 翹腳那種感覺 喔喔喔喔 它的貼地還是相當不錯的 我記得我之前開C2的時候 其實它好像後面就是 類似拖翼壁了 那其實它的很厲害 為什麼它叫小鋼炮 就是有時候它過一些彎 它屁股會帶一些滑動 所以再加上它軸距很短 所以在彎道上很有樂趣 可以控制的飄移 對對對 好來我們來三路看一下 我們現在是這個運動模式 會有大 三檔 其實我油門沒有踩得很深 我覺得它的爬坡速度 力道是OK的 而且我相信各位朋友聽 這個應該替不太倒引擎的殘焦聲吧 標哥你覺得 我那個大壓跟MG的ZS 跟這個算同級嗎 雖然車型不太一樣 對嚴格說起來 其實是以軸距或是排量來講 應該是同級 價錢上面其實現在也不太同級了 那沒辦法 它那個國產 對啊是國產的 哇這個開起來喔 這軸距不知道多長 我怎麼覺得開起來讓我覺得它很靈活的感覺 以這個等級的車來講其實不算短 不算短 對 以compact的SUV來講 接近中型 對 我覺得方向盤有點輕 路感上面明確度沒有這麼好 我自己就覺得 但是我覺得舒適性很好 做的感覺 對 而且我覺得它的煞車做得滿厲害的 它這個還是因為法國多山區 對於這種底盤的運動感還有煞車特別講究 哇這個120萬跟我上次的摩卡好像是一樣的價錢 它們都在同個幾句嘛 欸我剛剛不小心拍到撥片了 它直接就介入了 那如果沒有意外你不理它 它應該自己就會 對它會回路到自動的轉 所以你可以善用擋煞 你要入彎之前如果想要用擋煞的話 就可以利用這個撥片 喔有回油的聲音 欸不錯 為了山區而生的車嘛 這根本就是 其實我沒有開的特別快 它讓我覺得在過每一個彎都是很輕鬆愉快的 整體的流暢感非常的好 行雲流水的感覺 對我覺得流暢感 我並不是說開的特別快在跑山或什麼 但我覺得每一個彎我都能夠很好的掌握它速度跟它的這個方向盤的位置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說我覺得它這一個變速箱 所設定的邏輯也非常的好 那這個跟以前我對於鞋鐵龍它 我就說我常開那個C2的那個類似單離合器的那種感覺 其實已經差很多了 它已經完全沒有以前那種給你多餘的那種擋煞 或者是轉速Hold在很高的地方的那種邏輯性 我覺得已經有差了 其實以前的這個我對於鞋鐵龍我開過那種比較舊款的時候 他們其實蠻習慣性在山區下坡的時候利用這個引擎煞車 當然開起來很爽 你會常常聽到高轉速的聲音 然後你會特別的有駕馭感 因為類似手排車的感覺 但是呢其實對於這個坐車的體驗是乘客的體驗 乘客的體驗是很高的 對因為就一直在前後甩 對對對 但是呢這個我剛剛這樣一個山路下坡整個這樣下來 它整個檔位幫我換檔的這個邏輯性啊非常的滑順 而且我相信攝影師跟彪哥應該都搞不清楚現在到底幾檔 因為你沒有感受到它在降檔還是在升檔 對對沒錯 完全沒有感覺 不過雖然它這個座椅喔 它沒有類似那種跑車座椅的那種兩邊的那種側邊的那個包覆性 包覆性在 可是呢我覺得因為它這一個布椅的質料 我覺得還蠻防滑的 所以身體會傾斜但是不會覺得有過度的被甩出去的感覺 有可能這個大一點的彎有沒有 你人已經跑了衣服還留在圓頂 摩擦力太好了 煞車也非常好 想要它停隨時都可以停而且是快速的 喔它這個是恆溫空調 兩區的喔 雙區耶 兩區恆溫空調 哇你看現在是粉紅色的多漂亮 它這還不是正紅色是粉紅 有一點粉紫色玫瑰紅紅酒的顏色 我很喜歡這個方向燈的這個聲音 比較沉頻率比較沒那麼高 不會給人緊張感 對對對 比較不會讓你這樣心跳一直跟它跑 那它叭叭叭那種喔有時候你會很緊張 還有它的頻率跟它的速度我覺得還還蠻舒服的 它這個變化箱邏輯很棒喔 不管我怎麼鬆油門再加速過彎也好 減速再加速也好 它都能銜接的很順暢 都不會讓我有忽然介入的那種突兀感 我認真覺得喔 如果說觀眾朋友 你對於這個雪橘龍的C4這台車有興趣 真的可以去試車 一定要開 我覺得一定要開 開過才知道 對 不過我覺得是這樣 首先你要做一件試試 你要能夠喜歡它的外表跟內裝 我覺得反而是反過來 獨特的這個法國人的邏輯 對對對 但是呢 不管你喜歡它的外觀還是不喜歡 等你一開起來之後你會發現 哇真的蠻順暢好開的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我近期開過 這個尺寸大小的車子裡面 我覺得可以開得上面吃好開 是一台開起來會覺得很舒服 很愉悅的車子 其實蠻適合家庭用 因為後座我覺得空間也還蠻不錯的 空間也不小 只不過這個在台灣 因為我是坐著手車的 我難免還是會想到這個後面的這個部分 高市場的問題 對 這個後續市場其實漸漸的我發現 台灣的冷門車的接受度其實越來越高了 再回鍋的也好 或者是新進來的品牌也好 大家對於這種新的東西的接受度是高的 那二手的部分 因為數量跟主流不主流的問題 我覺得對於二手的車價的影響還是 這一定是存在的 真實存在的 因為這是市場反應的 這個沒辦法 對 但是我覺得唯一跟我們以前在玩車的時候 這個車有一個很大的優勢 就是因為現在資訊發達 所以說呢 第一個這個車友之間的連結性更強 再來一個買賣交易上面變簡單 所以很多這種冷門車的車款 其實都會在車友之間流通 反而不是說我們車商收不收這個車 而是說其實它流入市場根本就沒那麼多 我其實漸漸的在這幾年 我有發現這件事情 以前資訊沒有那麼流通那麼發達 冷門車會流入二手車市場 因為它不知道要怎麼賣 那現在呢 因為資訊非常的發達 所以大家在車友之間 都有一些什麼Line群組的群組 對 我有一個車友誰誰誰要買 我有一個朋友好像對我這車友有興趣 有這個車友之間的交易 所以反而我想收 搞不好還收不到 所以我是覺得說 主要啊 這樣的車就是適合 喜歡與眾不同 不要有天候燈就車聚 然後再來 可能要跟我們一樣 是這種對法系的底盤 有一種獨特的情感在的 我覺得你真的可以去試試跟它 我講成這樣 觀眾朋友會想說 為什麼我今天這麼的正向 這麼的正面 不過是認真是真的好開啦 缺點我們剛剛前面就已經講完了 啊對 剛剛講了嘛 要去這個七號車庫的頻道開一下 好啦今天非常感謝 謝謝彪哥一起來跟我們試這一台 Ctron C4 整體的體驗我覺得真的不錯 我覺得有興趣的觀眾可以去試試車子 真的好開 Q彈的感覺 好啦那當然啦 我們這個車子的外觀的介紹影片 也請到這個彪哥的頻道 七號車庫去觀看 那今天非常感謝彪哥 好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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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我會想看 我會想看 你走開 你走開 汽车教授 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出门在外只有圣化